Hello 大家好 大家看影片之前 記得訂閱和 Like我的影片 如果想請我喝咖啡的朋友 澳門的朋友歡迎試用過蘇伊 香港的朋友歡迎試用Tap & Go 給你一點支持和鼓勵我 讓我關於中標的YouTube Channel 可以走得更遠 大家好 今集開始介紹之前 我想說一點感想 因為每次介紹即加的時候 我都心裡無形中 有一股情意結湧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即加帶了很多第一次給我 包括最特別的 之前我都有分享過給大家 就是去瑞士總部參觀 真真正正是 叫做第一個 去到瑞士品牌參觀的一個牌子 而且其實 我在裡面也有一個很大的成長 無論是知識 眼界方面 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躍進 所以其實也是要多說一次 很感恩 有即加這個體驗 正式開始介紹手錶 今集就想說一下 即加約會系列 29mm的女裝手錶 這個約會系列 其實是即加2012年推出以來 真是一發不可收拾 推出之後 都非常熱賣 他們最熱賣的 就是34mm 其次就是這一款 29mm 都相當之好買 而且有時都會斷貨 很誇張 大家看到 它其實是簡約得來 又很漂亮 剛才說了29mm的直徑 它這個厚度就是9mm 它也採用了即加自家製的自動機械機心 提供了42小時的動力儲備 大家都看到它的打磨拋光功夫 都非常漂亮 做到都一絲不久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它們的錶帶 大家都看到 它用一個快拆式的裝置 最大的好處就是 當你的錶帶 你可能戴了一段時間 可能會舊 或者想換其他顏色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在家裏換 相當之方便 他們店舖 譬如專賣店 都會有很多不同顏色的錶帶 去換 這個就是摺疊式錶扣 都有JL的Logo 都非常方便 方便每天去配戴我們的手錶 還有看錶盤 其實它除了有一圈鑽石之外 它其實六點鐘的位置 都有一個太陽和月亮 代表一個日夜顯示 都是非常之有代表性的功能 還有它的錶盤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兩層 它是外圈和內圈 它是兩層的錶盤 看上去相當有層次 還有它做一個 機扭雕刻的加工裝飾 令到整個錶盤看上去 是更加豐富 還有更加華麗 所以這個是約會系列 都是綜合以上的各種原因 都是它一個大賣的因素 所以這款 其實大家 我真的是第一次 第一次在這個頻道裡 去分享這款錶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多點留意一下 不同牌子的手錶 尤其是它的 有些牌子的女裝錶 其實都頗用心的做得 好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大家 拜拜